那时汉朝是一套全面解读两汉史的通俗历史物 它全景在线了中国古代第一盛世王朝的国兴与衰落 那时汉朝第一步从刘邦出身写起到楚汉争霸结束为止 全景叙述秦朝崩溃及诸侯逐鹿中原的壮阔惨烈的混战场面 欢迎收听小说那时汉朝作者月望东山 演播杨腔腔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49回会战 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到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面对韩信部下的阵势 项羽已经想好了破解的招数 这个招数就是之前屡用不爽的招数 突击斩首 别看这汉军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的储君 只要项羽冲进去斩杀韩信和刘邦 这个所谓的什么诸侯联冲 马上就得崩溃 然而事实上 项羽这个战法是绝佳之术 孤军作战 只此一搏 不然的话 立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然而 韩信何尝不知道项羽的心思呢 他正是因为担心项羽实施斩首行动 所以才安排刘邦跟随在他这三十万大军主力后边 同时 韩信又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三十万大军的最后方 这就象征着项羽要斩掉韩信和刘邦这俩人 首先就得把这前面三十万大军打跑了再说 但是三十万大军又如何能够容易的冲击进去呢 况且此一时非彼一时 就算项羽打掉了韩信三十万大军 后边刘邦那还有十万大军呢 再干掉刘邦的十万兵力 更后头还有周伯掩护逃跑呢 如此看来 韩信这一招那可是三保险 真可谓是绝美无比 无懈可击 不管多么美妙的理论 得让时间来解验一下 就让他们开打证明这一切吧 首先韩信向项羽发起了攻击 面对着韩信这只庞然大物 项羽已经是张开了这血盆大口 项羽率领着十万大军 侵巢而出 就有如是刺刀一样 直接刺向了韩信的本部 不在烈火中胜利 就在烈火中永生 让暴风雨啊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让冲锋和激战来证明霸主的这个称号 果然不出韩信所料 项羽首要任务就是斩首 储君骑兵在前 步兵在后 项羽是一路杀局 杀得韩信大军立即就崩溃了 不行了不行了 储君简直就有如是 匡风暴雨根本就挡不住 项羽啊项羽实在是太猛了 韩信只能立即命令主力大军后撤 可是项羽已经杀得眼都红了 韩信越是退得快 他就是追得猛 更可怕的是 项羽一马当先 在前边冲锋 不要说储君的步兵了 甚至连储君的奇异兵了 没有一个跟得上项羽这个冲锋的速度 项羽啊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是比鬼神还要鬼神的动物 他的铁甲仿佛就是刀枪不入一般 一人连破汉军的树岛防线 韩信这三十万大军被他一个人冲散了一半之多 而且这一路上啊是无人可挡 直杀向了韩信本人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这可是真正的完了 韩信呢韩信 你你就等着死吧 哎但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汉军的左右两翼纵兵出击储君 围救韩信 项羽因为冲得太快了 以至于失去了骑兵以及步兵的配合 而汉军趁机迅速对储君后边的步兵 以及骑兵切一为二 进行无情的屠宰 汉军这招就像是钳住了巨蟒的尾巴 项羽这根舌头啊 不得不回身拼杀救援后方 可是当项羽在回军的时候 韩信立即停止撤退 并且倾尽全军主力反扑 这下可就轮到项羽麻烦了 他被两路夹击 只好率全军突围 退回到了该下 这场击战有如梦幻 这是楚汉战争之中啊 最激烈的也是最精彩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 楚军死亡四万 两万被俘 项羽只剩四万 退回到了营地之中 但是汉军付出的代价更高一些 死亡人数竟然有十几万 但是别忘了 诸侯军财大气粗啊 就算死了三十万 那还有四十万呢 而你项羽你就只剩下四万 双方兵力由最初的七比一 扩大到了十比一 形势对谁有利 那都是一目了然了 以上这场战争 史学家称其为该下之战 被列为世界著名的 古代七大战役之一 素有东方滑铁炉之称 什么叫滑铁炉呢 那是每个英雄一生当中 最绝望 最悲壮的一件事 但是项羽之所以绝望 以及悲壮啊 不仅仅是一位激烈的冲锋 和绝望的厮杀 在他生命燃烧殆尽的最后一刻 还有一段千古动人的爱情 为之照亮了一城的黑暗 项羽退守该下以后 诸侯联军重重包围了储君 在寒风吹彻长空的夜里 在高岗的山岩之上 汉军高举火把 就有如群狼窥视 夜空下这绿眼闪烁着 仿佛无数的荧光瓶 这就是传说中的十面埋伏 但是更让人要命的 不是这山岸涌动的埋军 而是楚歌 也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么一个头 汉军全军都在唱楚歌 楚歌 中国古代楚土的楚风歌谣 这类歌谣最大的特点就是 末句当中经常会出现 斯以及西这种字眼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 就是吸收了楚歌之精华 成就了离骚 留下了千古之绝唱 路漫漫其秀远西 五江上下而求索 汉军此番楚歌的演绎 有如是万箭乱空 净心动魄 这悲壮的歌声 相撤云霄 冲击着楚军的每一个士兵 趁着这歌声的翅膀 士兵们仿佛就回到了楚地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村落 远远的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白发老母 正坐在柴门之上 痴痴的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这是多么让人揪心的一刻 商人及游子的思念 都不能与这场战争之子的思念相比 因为士兵们的思念 是真正的经受烈火煎熬 以及考验的思念 但是在悲歌的强烈冲击之下 留下来的不全都是钢铁战士 逃跑的也不全都是窝囊废 求生的欲望与军人的尊严 都同样的重要 况且楚汉相争 犹如是兄弟相残 天下泱泱 谁是谁非 莫盖而论 所以面对着这漫无边际的楚歌 楚军的军心大乱 于是就开始纷纷的逃窜 项羽也被歌声所惊醒了 他披甲而听 心情大跌 难道说刘邦已经把楚国的土地 全部都拿下了吗 怎么这么多人唱楚歌 就在这个时候 于姬心情交瘁的守在项羽的身旁 这于姬啊 从头至尾 咱们就没提过 但是他是项羽身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于姬 他的出生不祥 他的死亡 咱们是知道的 公元前2022年 籍贯呢 也不祥 一种说法啊 是浙江绍兴人 一种说法呢 是江苏省树阳县 严吉祥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于姬的美 那是不用怀疑的 他身上集中了中国古代美女的三种美 色 财 财 这色呢 也就是美色 财 就是才艺 情 那就是忠贞的爱情 美女配英雄 霸王别姬 不愧为千古绝唱 然而 在中国的历史上 几乎所有的爱情绝唱 从来都是以牺牲妇女同胞们为代价 命运注定 他们只有以那惊世骇俗的爱情冲破男权社会 才可以博得士大夫们几句永辞 以及一生叹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一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博奖 项羽就这么凝视着鱼姬心如刀割 他知道 他的大势已去 江河不在 英雄末日 胡落平洋被犬欺啊 项羽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 英雄霸道一事 竟然落到今天如此尴尬和难看 似乎在冥冥之中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着他 从吴中牵向了鹏城 又牵向了赵国的巨鹿城 牵向关中的咸阳 整个中国绕了一圈之后 然后又把他推到了 该下这座天然的坟墓 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叫做命运 没错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个体 在神秘的命运面前 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既然如此 那就痛饮一杯 高歌一许吧 让酒精的浓度 以及楚歌的悲怅麻木 这悲伤的心情 让美人的笑颜 以及美妙的舞姿 暂时忘却了这无比的阵痛吧 于是 项羽拔剑而起 慷慨悲歌 力壮身兮 气盖事 实不力兮 追不适 追不适兮 可奈何 于兮于兮 奈苦何 如果说悲壮和绝望 这才是世界上最悲壮和绝望的吟唱的话 谁说霸王无情 谁说英雄无类 无情无类 只是都未曾落到伤心之处 这项羽唱完了 他以及他的左右 皆是气不成声 就在这个时候 于姬也舞剑唱歌 对着项羽就悲凉的唱道 汉兵已掠地 四方楚歌声 待望意气尽 见切何聊声 于姬就这么唱完之后 当即拔剑自吻 这一幕就像是做梦一般 项羽都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于姬已经开始缓缓的倒下了 项羽立马冲上前去抱住了鱼姬 就像抱住了一团绝望的海绵 美人啊 美人 你这是何必呢 悲歌不代表绝气 眼泪不代表死亡 总是刘邦 百面埋伏 八面楚歌 只要我项羽宝剑还在 我就有可能冲出这重重包围呀 然而 项羽怀抱着鱼姬 他唯有纵泪而流 于美人 眼如迷雾 他嘴角似乎就渗出了一丝 微笑和欣慰 真的已经是满足了 我没有死在兵匪之手 也没有孤独的死在高山之上 而是为了亲爱的人 死在了你的怀里 这辈子 我陪你走过最壮阔的河山 陪你看过最悲壮的战争 陪你走过最艰辛的英雄之路 又陪你唱过世界上最悲伤之歌 我的一生 是渺小的一生 是凄美的一生 苍天注定 我前世是你肩膀上的那只蝴蝶 今世 是你最爱的人 在爱情面前 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呢 死亡只会让我们的爱情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感动也更深 这难道 不是你我一生所梦寐以求的吗 我们之间的爱 既然不能在春花开满的季节继续 那么就在冬天的烈火之中 永生吧 向羽似乎已经读懂了 与美人那残破的带着血的微笑 没错 她是为我而死的 她是以死来绝我的儿女情长 以必胜的信心冲出重围 这是一种多么绝望的 用心良苦的自吻 猎女真魂悲事情 千载万事 永相传 与美人 请你安息吧 我将擦干眼泪 带着你的灵魂出发 就算敌人有百万大军 我也要在天亮之前冲杀出去 就算死在千军万马之中 也绝不坐而待毙 处罚 无业 向羽整树待发 但是他发现 汉军的楚歌就像寒风扫树叶一般 刮走了一片又一片的楚军 剩下的楚兵就像是寒风中颤抖的树枝 全部都笼罩在一片可怕的死亡的气息之中 凭着天生军事的本能 项羽感觉到 如果不是神柱 自己想率领这几万丧失信心的楚兵 冲出汉军五六十万的包围圈 那简直就是吃人做梦 楚军跑不了 不等于项羽逃不掉 只要项羽可以逃掉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偷溜 偷溜也得有一个出口才行 可是要撕掉汉军一个猎口 那是何其之难 汉军这个包围带 不是一个猪皮 也不是牛皮 而是五六十万张人皮所做成的 你以为项羽是神仙吗 但是项羽的回答是 我可以 而且我只需要八百人 就够了 当然必须要声明的是 这八百人必须得是骑兵 属天下之大 玩骑兵最拿手的 如果他项羽排第二 就没有人敢排第一了 在使用骑兵这方面 项羽似乎已经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 骑兵是刀 是枪 是剑 他可以砍 可以刺 可以奔袭直射 现在项羽 要把这八百人 变成一根长枪 准备刺过汉军最薄弱的地方 然后脱身逃去 果然就趁着这无边的黑夜 项羽 眉嫌突围 终于撕开了 汉军这人带的裂口 向南盾去 项羽这个突围战打的 那是相当的惊险 而且相当的蹊跷 等到天亮的时候 汉军才发现 跑掉的竟然是项羽 这可不得了啊 得立马派人去追啥 这个光荣而又伟大的任务 就交给了骑将冠英 骑兵去追骑兵 这就好像在现代战争之中 坦克追坦克 彼此比的不是速度 还有整体实力 以及激动的调度 冠英就率领着五千兵 发疯了一样 向项羽追去 事实也证明了 发疯啊 总有发疯的好处 冠英终于能够紧紧的 咬着项羽的屁股 项羽是一路疯狂的逃 冠英就像后边砍树一样 疯狂的砍着 当项羽渡过了淮河的时候 他只剩下了一百来名骑兵 这可就真受不了这冠英了啊 竟然一路上砍掉他那么多人 可是受不了也得逃啊 就当项羽逃到阴陵的时候 完了完了完了 他不认识到了 迷路了 阴陵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定远县 西北三十千米处 这空旷的田野 有两条路通向远方 他呀 不知道那条路通往彭城 只要是常出门的人都知道 迷路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不懂得问路 正所谓路就挂在嘴上嘛 可是 还有一个问题 问路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问了不该问的人 还别说啊 这前边还真有一个农夫在那耕地呢 刘邦 骑着马 带着兵 冲上前去 问这个老汉这路啊 该怎么走 那么 这个老汉给刘邦指的是什么路呢 咱们 下回 分解 好 今天的内容啊 就跟大家播讲到这了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 关注杨腔腔 那么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持续的更新 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并且 持续的关注 《月望东山》作品